Lana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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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大家好 又来到《问问.hook》的时间了 刚刚收到有个观众朋友问我一件事 就是说如果家里的钢琴 那些白色的琴件 发黄了 那可以怎么去清理呢 还记不记得 我不知道在上几个星期之前 有说过 牙膏有很多用途 其实如果你家里的钢琴 那些白件变成了黄件的话 其实你是可以用牙膏去清洁一下它 那不如说起牙膏 我就说一下一些上次没有提及过牙膏的用途 上次主要在说 它用来抹东西 清洁一些污脊上面的东西 原来牙膏其实还有很多不同的用途 包括些什么呢 第一个很厉害 它可以去除一些味道 那即是可以怎么做呢 如果你刚刚煮完饭 煮完鱼 整个手都是鱼腥味 或者刚刚切完洋葱 很大股洋葱味 想去掉那些味 其实是可以用牙膏去洗手的 原来牙膏里面的成份 可以将一些臭味去辟除 除此之外 这个女士们 厉害了 一定要听 其实不是除了女士之外 男士都有的 就是原来牙膏 是可以去除黑头的 方法其实很简单 你只要支出牙膏 在你的鼻上 就擦一下它 大概擦五至十分钟 擦完之后 你就用温水去抹走它 但是你擦的时候 当然你要轻轻地按摩一下它 然后温水 为什么要这样处理呢 就是令到毛孔收缩了 处理完之后 其实你会发现 你的黑头就会立即少了 最重要一个非常好的用途 尤其是现在夏天 非常之多蚊的季节 原来当你被蚊钉了之后 跟着之后 你拿些牙膏 在那个 被针刺的位置 擦一下它 按摩大概三至五分钟 包补它可以有消炎 和舒缓你的痛楚的作用 那大家不妨拿牙膏 去试试用不同的用途 好了 讲了很多了 今天问问多偷的时间又到 问问多偷 以来逐个族 拜拜